引播善田芳 于成龙好样子 我朝之中像他这宗官员并不多见 但愿多出了几个于成龙 我们的江山社稷就稳当了 像这宗官员本官 一定向朝廷举荐他 让皇上重重加封他的官职 张朝真是高兴 但手下的属官 有的对于成龙不满意 这帮人挖音风扁鬼火暗中下半子 就在张朝真面前 破坏于成龙的威信 有的人说话还凭婉转 福太大人 您了明见 您说的对不太对了 于成龙的确是个干员 的确不多见 但于成龙杀戮太重啊 哪能动不动就处以疾心啊 今儿杀这个 明儿个杀那个 自从他到任以来杀了多少人 跟我朝以德治国大相敬平 这样下去恐怕不好吧 有的人随声符合 是啊 福太大人 方才留的人所述不假 于成龙有才是真 应当以德对人 他动不动就杀 这恐怕 有的人也说 福太大人 像这种人应当多多考验 哪能随便建议朝廷 琵琶他的官职呢 往大人三思 没想到张朝人把脸忘却一沉 你们都是偏见 你想我朝刚刚立国 师封乱世必须得用重脸 于成龙有什么不对啊 还是看重于成龙的财 评语语语语语 是是是 福太大人名建 福太大人名建 叫张朝真立台故意 这帮人不敢胡刺算 就这样 张朝真 马上写好了奏章 请示朝廷 加封于成龙 提拔他的官职 这些事 于成龙是一无所知 现在于成龙想什么呢 觉得对不起儿子 你说儿子不愿千里来看自己 临走的时候拿了微许的路费 给家烧什么呢 烧了半只鸭子 除此之外别无所赠 哎呀觉得对不起家里的人 但是清官其寿嘛 于成龙的确拿不出钱 他希望儿子和家人对他能谅解 除此之外 他一心扑到工作上 他总结了一下 自从到了黄州府之后 破获的案件 一宗挨一宗 一剑挨这一剑 他心里的比较高兴 唯独有一件大案 他破不了 这案犯的首领叫张大鹏 人送串号就活颜吧 他是黄州府地面上 头一个罪魁祸首 杀人猪麻 撕票 杂强民火 什么坏事都干 就是没把他绳之以法 所以于成龙有时候睡着睡觉就惊醒 觉得对不起老百姓 觉得自己无能 于成龙暗下决心 我呀不管怎么的 我也把他绳之以法 绝不能叫这个张大鹏跑了 怎么这案子就破不了呢 他三番五次叫陈边时领人鸡谱 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空去白回 于成龙心里着急 这天把朝青啊 叫过来 朝青呢 是他的总管 爷儿俩不分彼此 于成龙就跟他说 朝青啊 老爷 你说说这个张大鹏 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 是啊 那就说明这小的狡猾呗 他流动性相当大 我们普了几次都扑空了 这小的行动太快 而且耳目灵通 以我看来 抓他不太容易 你想这么大黄州府 这么大的湖北省 这么大的大清国 他哪不能跑 光靠老爷和咱这几个人的力量 恐怕抓不住他 也不见得 从最近案发的事情来看 张大鹏还没离开荒州地面 有可能还在麻城一带活动 朝青啊 我跟你商人件事 你到我那箱子里头 找两套不太好的衣服 去换两套乞丐的服装 你跟着我 化妆改办 咱们亲自去调查调查 你看怎么样 老爷 得得得 您甭说了 干嘛 又化妆 您忘了前者的教训了 您好想掉进胡嘴里 好想把命送了 使不得使不得 这风险太大了 您现在贵为二福通知 手下有的是人 不让他们去 您那下就干什么 老爷我不同意 手下人也是破案 老爷我也是破案 不是一样的 我不是不相信手下人 我是着急 咱爷俩去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万一把案子破了 也对得起老百姓 老爷 你一心就想到老百姓 老百姓 你老想对得起他们 可他们 对您又怎么样呢 老爷 反正我不同意 超清 我看你学坏了 处处跟我作对 处处跟我丁嘴 你不愿意 也罢 我去 老爷 这 哎 苏超清一想 于成龙就是这个人 钻钻牛角尖 他认准的事情 九条牛拉不回来 能不跟着去吗 苏超清没有办法 掘着嘴 到了后屋箱子里 找了两套 不太好的衣服 其实那太好的 也不怎么样 从脚门出去了 换了两套 乞丐的衣服 乞丐就是要饭的 那个年头 要饭的人 处处可见 街头巷尾有的是 所以这个事不困难 换了两套衣服 掘着嘴回来 往地上一扔 老爷您看 喝个吗 我看看 于成龙抖了抖了 嗯 你看这裤子是缺衣少袖 上头除了窟窿 就是窟窿 我看 还有狮子呢 那年头卫生也不太讲究 于成龙点了点头 好 好好好 你一套我一套 嗯 你听我说 不要声张 你我拿着 咱们离黑衙门 到麻城一带 前去私房 哎 我明白了 书说简短 宇成龙带着苏超清 从后脚门离黑衙门 出了城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把衣服换上 人是衣服 马是安 这一换上 真是俩要穿花子 人不算就这样 你穿上西装革履 什么样 你穿上一般的衣服 什么样 你穿上破烂 什么样 这玩意从外表 这看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人俩换完之后 苏超清乐了 是 我老爷这多好 一对花子 那咱们奔哪儿走 超清乐 咱假戏的真唱 你懂吗 要像花儿乞丐 拎着黄瓷瓦冠 拿着棍子和打狗的狗条 咱得走啊 你得要喝 沈子大娘叔叔大爷 真跟花儿乞丐相似 要叫贼匪看出来 是假的 咱爷儿俩的命 可就保不住了 我明白 我跟您这么多年了 也经验有了 行行行行 就照您说的办 咱这么说 他们离开黄州府奔麻城 从麻城穿城而过 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 出了麻城奔黄土岭一带 为什么上这儿来呢 虞成龙心里头脚警 从案发的地点来说 张德鹏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 今天来是碰碰运气 这个地方十分的荒谱 你听这名 黄土岭不见的都是黄土 这地方非常荒谱 行人极少极少的 有时候你走二十里地 碰不上一个人影 即使碰上 也是打猎的 过路的人匆匆忙忙 一闪而不 多见树木 少见人间 叫人看着都发慎 哎呀 也有村庄阵地 于成龙就靠着讨饭吃 现在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 胡子邋遢的 再穿成这套衣服 再拎着个棍子 真像一个老年的华尔企 到村庄镇店 不管张三李四 敲开谁家的门 谁家人一看 这老头真够可怜 多了多说的 就动怜悯之心 剩饱剩饼子 剩饭剩菜 就给于成龙 有那好心人 还给他端碗开水 拿出小板凳来 老爷子哪的人呢 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讨饭 家里遭了荒汗 颗粒无收 就得靠着乞讨为生 真够可怜的 吃吧 不够我们这还有 有的没有剩饭剩菜 就赏给于成龙 一文两文的铜钱 咱这么说的 于成龙这一路上 是有吃有喝 还平好 但是朝清跟于成龙 是截然相反 苏朝清今年三十来岁 正在壮眠 跟着于成龙 在衙门里 日子混得不错 吃得白白胖胖 高高大大 粗胳膊大腿 五大三粗 他就虽然穿着乞丐的衣服 他也不像奔波劳碌 鸡一顿饱一顿的那样 不像乞丐 而且腰板背直 有时候砸个人家的门 嘴里说 沈子大娘 可怜可怜吧 有剩饭剩菜 赏个一口吧 人家把门开个一看 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 我说你 你多大呀 我说你二十多岁 三十来岁 这么好的体格 你怎么活不干呢 跑出来讨饭吃 哦 吃县城的 喝县城的 一看你的样 就知道你不爱干活 去去去去 不给 光 您管什么 有的人还骂得更难听 朝清刚叫开门 老头把胡子一甩 把眼睛一瞪 去 年纪兴青的 有胳膊有腿 四肢健全 无关不缺 干点什么不吃顿饱饭 跑这砸门来 要现成就吃 没出息的蠢货 乖 乖 还有的更缺的 把狗放开 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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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回这狗出来 好像没把苏超庆 腿肚子给併 ext 苏超庆跑出二厘多地下 总算脱下 把苏超庆气得 把瓦罐也扔了 打狗的条子 也掖了 坐到地上 呼呼窜出气 我倒了没了 你说我们老爷怎么能出这损招 我说不行不行吧 他非得这么干不可 小哥们拧不过大腿 等日头上西转了 爷俩聚会了 再一起一碰头 于成龙看出来 超青啊 怎么了你 老爷我不干了 你怎么不干了 他怎么不干 我走了一大片到现在 一口水没喝着 一口粮食都没吃着 人家是箭头骂头 箭尾骂尾 骂我骂得极其难听 哎呦我都记不住 都什么词人都烦我 你怎么样老爷 我是非吃非喝 哈哈 老爷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说咱干点别的行不行 别装乞丐的 这玩意太损点了 哈哈哈哈 哎呀难为你啊 那说你不想做乞丐 你想干什么 哎 老爷咱回去 哎胡说 岂能半途而非 现在就是黄土岭 我们实在一无所获 再回去也不吃 能白耽误这一大片 那 老爷 我做小奶奶心 这倒是的 于成龙一想挺大个人 别难为的 这样 我给你拿两钱 你整点瓜果 梨头不要多 哎 你走街串巷 做小买 哎呀 老爷那太好了 这那比要饭还强的多 我就这么办得了 咱俩离得远点 你看要饭呢 咱俩在一起结伙 这个叫人看不出毛病 可你做小买买的 我是要饭的 再在一起 叫人看着就眨眼 就不可信了 哎哎 如果老爷我不能离开您 我就保护您的安全 万一遇上土匪 你有个闪失怎么办 那我放心不下 我得跟着你 这苏朝青说什么 也得跟着于德仁 于德仁走一步 他跟一步 走两步跟两步 那哪行 于成龙最后都求他 朝青 咱不是出来开心 咱是破案了 你这样岂不误了大事 哎 离一晚点 只要是我一喊 你能拼去就行 那晚八春了 我不听 出了事 谁也不救不了 最后于成龙一看 鸡眼 于成龙用手指他鼻子 畜生 怎么我这么说 你就不开窍呢 哎 你曾经跟我过不去 我回去 找你坐这 离我远点 不是 行离远点 我也不能太远 就这么点 于成龙在头前走 苏超青在后的跟着 老保持三十几步的距离 那也近了 谁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饭的还带个保镖的 这不起由此理 于成龙回头冲着白手 那意思 你远点 苏超青就是不听 于成龙转身一走 他在后的跟着 把于成龙实在气 没有办法 到了荒郊野外树林的旁边 有一座古庙 于成龙一看呢 庙上有块横点 三清冠 一座破庙 那院墙有的病都坍塌了 周围都是荒草 能有一房多高 树林环绕 你不注意 真发现不了 只有一座古庙 于成龙就坐到庙前的台阶上 呼呼喘粗气 这会儿这时间到什么时候了 日头下山了 眼看就要黑了 一则于成龙上年纪有点累了 二跟苏超青生气 也不想再往前走 心说实在不行啊 我就得台阶上躺着过夜了 老头坐下了 苏超青一看老爷坐下了 他离着三十步以外 在一个树底下 他也坐下了 眼睛不动的 看着于成龙 于成龙气得也不愁的 闭着眼睛 闭目养神 心里咚咚咚咚 跳成一颗 他也恼火 出了一大天 走出这么远来 一无所获呀 他心里着急啊 难道说这个张大鹏 钻了天了 还是入了地了 怎么这个人就没养着呢 嗯 哎呀 多叫的活一天 就不定有多是人倒霉呀 嗯 您说 正在这么个时候 庙门开了 你别看门破 出了一个矮胖子 这矮胖子能有二十七八岁 帽子扣到后脑勺 胳膊秀的衣服丸着 四龙的胳膊 一看 就是有把气力的 脸蛋的上 还带着一块刀疤 二目是贼光四射呀 这位出来往左 看看往右 看了 苏朝青眼间 哗 躲到朱后去 没被这胖子发现 但于成龙 在这坐着呢 没动过 这胖子一低头看见 哎 你哪儿的 你在这坐着干嘛 哎呦 于成龙心里一方个 我认为这庙里没人 这 真有人啊 在这深山的古庙之中 有人在这儿待着 是绝非善类 于成龙干什么 你眼睛 能看穿一切事物 用眼一打亮这个人 就值得绝非善类 不是好东西 于成龙会演戏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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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啊 我是个要饭的 到了现在 一口吃的没逃着我 又渴又饿 两腿无力 想在这块歇一会儿 可能我要闹病啊 实在走不动了 这位大哥 能不能心我一把口水一喝 啊 要犯 听你说话 你不是本地人 我乃山西人士 没关系 他吃了 我一口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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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我给你 我来说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